各位觀眾大家好 企圖搜尋又回來了 我是屈穎妍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繼續在每個星期四 跟大家分享一些傳統媒體很少講 教科書很少教 但我們有需要知道的故事 而今天要講的是我上星期 亦都在屈穎妍在線的專欄裡介紹過 中國一個著名的國產品牌 嘩哈哈創辦人兼董事長鍾慶後的故事 如果你之前錯過了 不妨找回《與眾不同的首款》這篇文章或短片來看 我上次寫的主要是梁森老闆的一面 但鍾先生的經歷實在太豐富太全奇 最重要是他的經歷和我們國家的命運一直相連 所以我想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他為國而戰的另一面 或者先跟大家再介紹一下鍾慶侯老先生 這位上月尾剛剛因病離世 享年79歲的嘩哈哈集團老闆鍾慶侯 他離世的消息傳出之後 大量的老百姓自發來到他們公司總部獻花悼念 喪禮當日來送別的人更加逼滿幾條街 於是大家都開始關注 到底這個民營企業的老闆做過什麼 為何那麼多人來懷免他呢 鍾慕版經營的就是內地一個著名的飲品品牌 嘩哈哈 香港人或未喝過或吃過他的產品 但如果你回過內地 應該會見過這個品牌的貨品和廣告 又或者如果大家有看開內地的綜藝節目 應該都看過嘩哈哈 這個經常出現的植入式廣告的logo 這個品牌最初是出品營養奶的 八九十年代的中國 農村還有很多孩子是飲不起牛奶 很多父母是買不起奶粉 於是1988年 鍾老闆就找來營養專家開發出第一款 專給兒童飲用的營養奶 成份有兒童成長需要的鈣質 蛋白質維生素 但價錢就比牛奶便宜 成為了當時很多貧窮家庭孩子營養補充的來源 兒童營養奶令到鍾老闆找到第一桶金 1990年 嘩哈哈的銷售收入就超過了9800萬人民幣 之後嘩哈哈陸續推出純淨水 AD鈣奶 非常可樂 營養快線 冰紅茶 八寶竹等等一系列的產品 42歲才作業的中慶後 藉著改革開放的浪潮 由一個送貨的小子 躍升成為一個民營企業的大老闆 更加三次成為中國首富 締造出中國最大的食品飲料加工皇國 那個年代全中國幾乎無人不適 嘩哈哈 就好像我們香港當年的維他奶 不單止是一種飲料 更加是一代人的摘啟回憶 正如好像所有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一樣 中慶後從一無所有成為中國首富 內地媒體形容中老闆 是踩著三輪車登上了珠穆朗馬峰 因為他的奮鬥史真的由踩三輪車送汽水開始 然後一步一腳印地步上首富之路 不過我今天要說的就不是他的法績史 雖然打江山不容易 但搜江山就更加難 當你成功了 尤其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品牌成功了 浪就會出現了 還記不記得華為任正非的故事 因為華為的崛起甚至超越了西方 全世界是怎樣聯手用髒骯髒的手段打壓華為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但其實比國際大鱷聯手欺負的中國企業家 又怎麽只是任正非一個呢 嘩哈的老闆中慶後 比任正非更早與西方資本家對戰 而且更加打贏了漂亮的一仗 保存了民族品牌 即是他的故事死後才有人重提 大家這個時候才明白 為何他的喪禮除了長街送別的人群 更加被掛上了中慶後同志永垂不留的樹榮 誰知道被人稱為同志被評為永垂不留 是國家級的榮譽 向來只有國家領導人為國家付出巨大貢獻的先列 才可以被觀賞這個評價 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喪禮為何會出現這幾個字呢 那就要由中老闆的嘩哈成名之後開始說起 1995年 嘩哈已經是中國著名的國產品牌 它的產品線逐漸擴大 由營養奶、營養液再擴展到瓶裝水、果汁、百寶竹等一系列的產品 改革開放年代 內地是一個潛力非常大的市場 外資有技術有資金 於是中外合資也成為了當時很多企業發展的新道路 1996年世界第六大食品公司法國達能 就看中了嘩哈的成功 透過香港投行百富勤的牽線 法國的達能與嘩哈組建了合資公司 當時嘩哈持股是49% 達能就持股35.7% 而其餘的股份就由香港投行百富勤所持有 嘩哈希望借助達能的資金和技術 更上層樓 而達能亦希望可以打進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 合作初期雙方都可以各取所需 有了達能的注資和技術 嘩哈在純正水市場迅速脫泳而出 成為了國內飲料行業的領頭羊 而達能亦有非常可觀的匯報 累計分到的利潤超過35億 嘩哈亦成為達能在海外最優質的投資 賺錢多了 嘩哈的中老闆希望可以實踐他共同富裕的理想 除了加了員工的工資 亦希望為他們有好的福利 譬如為員工承擔子女九年義務的教育費用 更加有分配住宿等等的福利 但共同富裕並不是資本家的本色 達能踩入中國市場是為了賺大錢 沒想過你們老百姓富不富裕 因為管理的理念差異 戰略目標不一致 雙方的矛盾就慢慢激發 中老闆發現雖然公司越來越賺錢 但他亦都越來越失去了話語權 作為老闆他要用一萬元都要向董事局報告 想做些甚麼都要低聲下氣地懇求批准 他慢慢發覺自己引入的不單只是外資 更加是引狼入室 後來因為亞洲金融危機 導致香港百富裕的破產 達能乘機接收了百富裕持有的嘩哈哈股份 於是他的持股量變成了51% 比創辦人中慶後的49%還要多 達能成為了嘩哈哈最大的話事人 2007年達能更露出真面目要吃了嘩哈哈 提出以賤價收購中老闆的股份 看到自己多年努力建立的國產品牌王國要落入外資手上 中慶後斷言拒絕 雙方在股權收購的事件上反目 並且展開了一場空前的法律較量 為了爭回嘩哈哈 中慶後和法國特能這個全球第六大食品集團 打了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最大的國際雙戰 不懂英文的中慶後 親身走遍了海內外 和達能在全球打了近80場的官司 連證詞都是他自己寫的 中慶後說這是一場尊嚴之戰 即使他當時已經年過60 仍然無日無夜地閱讀很多法律和法規 參與每一次和律師團隊的討論商討對策 官司打了兩年 達能一直敗訴 單單是訴訟費已經花了5.7億 最後達能決定投降 而30億出讓了他們51%的 嘩哈哈股權直接推搶 中慶後打贏了這場力量懸殊的國際賽 捍衛了嘩哈哈這個國產品牌 在他之前所有內地的民企和外資合作 如果出現問題 從來沒有一家公司敢和外資打官司 結果國產民企最後都是被吞併 所以當年很多做得有聲有色的國產品牌 一成功就被外資吞併消滅 中國品牌永遠不能成為走入國際市場的世界大品牌 嘩哈哈的官司雖然完了贏了 但暗戰還未停 在法國特能吞併嘩哈哈失敗後沒多久 坊間就出現了一種謠言 圖文並茂地做了實驗 說嘩哈哈的營養奶放在盤裡放一晚 乾了之後就會變成避孕套 說這些奶是塑膠做的 喝了會得白血病、脫頭髮、智能不存等等 還附上了實驗室的數據和照片 雖然嘩哈哈立即回應 說奶擺乾會凝固正常的蛋白質營膠現象 但謠言從來都比澄清好看的 嘩哈哈龍頭產品營養快線的消量急速暴跌 之後又有謠言說嘩哈哈的AD鈣奶含有肉毒幹菌 儘管嘩哈哈又再澄清 還找出謠言傳播者告上法庭 被告人也承認自己是發放虛假消息 當眾道罷協 但對產品的傷害已經難以彌補 事後鍾老闆接受了記者訪問時說 網絡謠言對我們的損害很大 當時的謠言傳播了1.7億次 而本來我們的龍頭產品營養快線 一年是可以賣5億箱的 但謠言傳出之後那幾年 銷量一直下降 到現在都只能賣1億幾箱 還未完全恢復 鍾老闆說 我覺得是國外敵對的勢力在做事 為什麼呢 第一我們發現散播謠言的伺服器 都是在國外 第二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國內一些大企業 一些好的企業 一直被各方面在攻擊 我認為是有組織有目的在擾亂我們的經濟 這些是不正當不公平的競爭 鍾老闆說的是有正有據的事實 1997到2000年 內地有個很深入民心的 狐膚品國產品牌 叫做玉美靜 它的成功引發了外資的關注 頻頻伸出橄欖枝 說要跟它搞合資公司 但老闆斷言拒絕 老闆說絕不能將我們的品牌賣給外國人 沒多久 玉美靜就跟哇哈哈的下場一樣 被傳出謠言 說用了玉美靜的護膚品 臉會變黑 玉美靜的銷量就立即暴跌 而同一時間 美國的護膚品牌就迅速湧入了內地市場 從此玉美靜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一個曾經輝煌的國產品牌 從此就在市場消失了 有個類似遭遇的 還有春刀火腿搶 魔法師乾脆麵 活力28洗衣粉等等的國產品牌 他們都是被謠言所害 而謠言傳出的前期 都有過外資收購不遂的事情發生 所以鍾慶侯守著的不單是一門生意 更是一個民族品牌 鍾慶侯是個黨員 他的愛國心都傷了入骨子裡 舉例 他的哇哈哈進裝水的容量是596毫升 有記者問他為何不是600而是596 鍾老闆就說 我本來設計是600毫升 但製造出來時容量顯示596 我不能夠欺騙消費者 所以就照寫596毫升 不過知情人士說 哇哈哈的技術沒那麼落後 怎會放些水都會計作數 其實這是鍾老闆善意的謊言 596、596 就是我國研發第一火原子彈的工程代號 596所代表的是鍾老闆骨子裡的家國情懷 還有當你扭開哇哈哈飲料的白色瓶蓋 你會發現蓋底裡是刻著中華兩個字 鍾老闆的愛國情懷盡在細節裡 中國的市場太大了 所以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 很多外資都吃了我們的國產品牌 現在有些表面仍然是中國品牌 但其實背後的控股權 早已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上 於是大家才明白鍾老闆這位企業家 可敬可貴之處 在他離世後 國人紛紛搶購哇哈哈的產品以示之詞 哇哈哈純正水兩天的銷量就上升了500% 鍾老闆生前有一句金句 他說凝聚小家 發展大家 報效國家 一個企業家在國家發展路上 做了這麼不可忘記的貢獻 我們應該好好記住 好了 今日節目時間有夠 下星期我會繼續在KTU搜尋 跟大家講新的故事 拜拜 拜拜